大家好,今天我们用排骨和芋头来做好吃的 首先准备300克的排骨 加入两勺淀粉 用手抓拌均匀 让淀粉和排骨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用这样的方法比较容易洗掉排骨里面的血水 再用流动的清水把它清洗几遍 洗到这样子没有血水就可以了 再把它沥干水分放一旁备用 准备几瓣大蒜切成蒜末 再切一点姜末 全部切好之后把它放入排骨碗中 再加入一勺盐 一勺淀粉 一勺料酒去腥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半勺白糖 用手抓拌均匀 把排骨抓拌均匀后 放入冰箱里腌制两个小时 准备半个洗好的芋头 对半切开 再把它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 把芋头链接下来 把芋头铺好 把芋头铺好 排骨再来进行二次腌制 加入一勺淀粉 一勺胡椒粉 一勺香油 用手抓拌均匀 把排骨铺在芋头上面 把剩下的汁也倒进去 蒸锅水烧开 放入排骨 盖上盖子转中火蒸40分钟 40分钟后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把它取出来 最后再撒上一点葱花就可以快吃啦 一道香喷喷的香芋蒸排骨就做好啦 这样的方法蒸出来的排骨特别的滑嫩 这个芋头吸足了排骨的汤汁 特别的咸香粉糯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